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5月20号星期六 这两个天在中国网上有一件事弄得特别火 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的警察不好 可能就是说可能有一点歧视同情链 觉得好像是对同情链不好 怎么回事是这样 中共的警方曝光了一个违法事实 当然他认为什么 他这叫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之后 他认为这个事情引起了社会公害 所以他有必要把它公布于众 那么他就是说 他说主要违法事实是什么 是2023年5月14日 等于就一个星期前 晚上到次日凌晨 这一夜之间 某某某某几人 在杭州市西湖区某某新村某某市内 参加由某某组织召集的聚会 然后说的是非常的详细 说进行口交 刚交等淫乱活动 真的 是中国警方对外公布的公告 是向全民 全社会 全国家公布的公告 就这么写的 所以 那我没办法 那警方公布 对不对 而且向全社会公布 那没办法 我就只能照着他念 对不对 然后他说 进行口交 刚交等淫乱活动 收缴 润滑剂两个 润滑油三瓶 后庭参交钢 参交膏 后庭应该就是后边的 参交就是 一种膏一盒 叫索精环两个 避孕套二十个 然后老百姓看了之后 觉得就是怎么说 这里边一个女的都没有 抓了六个老爷们 抓了六个老爷们 收缴了这些东西 就觉得这一页 这个画面难以想象 画面他也没有 不敢看 那后来就说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 原本他们是七个人的 然后是在网上约的 互相聊 聊得比较愉快 然后就约了 一起来搞个party 大家一起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一起高兴一下 然后来了七位 来了七位之后 据说 有人还找到了他们 因为有名字 有什么的 看到他们的照片了 非常帅 据说六位 全部都是男模 都是男模特 都是模特界的人士 非常的帅 要身高 有身高 要有什么 他们纷纷的就开始说 为什么导致这样 他们觉得 中国现在女权 过于猖獗 导致老爷们们 都已经不想 再跟女人们 搞在一起了 因为被女权 这些年压抑的太狠了 抱怨 反正 然后七个人 来了之后 其中有一个 有人说 他用了假照片 这哥们据说 还是很委屈 没有用假照片 用了就是真照片 曾经也是男模 当然是曾经 曾经也是男模 后来 就是说 有点贪吃 然后 就 吃了 就有点 什么了 反正 以至于 另外六位 我觉得他是假照片 他很委屈 他说 你们侮辱谁 这是真的 就是我 几年前而已 对不对 他们说 那这几年到底发生什么 对不对 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吧 然后六位 就非常嫌弃他 就把他轰走了 据说是吃胖了 胖剧 据说 长得还行 其实不丑 就是太胖了 主要太胖了 就胖剧 你看 性别歧视 然后还身材歧视 这极为不好 然后第七位的小胖子 就觉得 就是说 干什么 其实我们胖子 我吃你家大米了 报警 抓你们 胖子一气之下 就报警了 然后警察来了 另外六位 就抄走了 抄走了之后 结果把处罚人的姓名 都翻出来了 有人认为 侵犯他人隐私 而且认为 中国警察这么干 就因为觉得 他们是同性恋 咱先来看 首先 是不是违法 是不是侵犯他人隐私 这样 中国的行政处罚法 第48条 第一款规定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 行政处罚决定 应当依法公开 那在美国 也有这个情况 你不要以为 前两天 我们拉斯加斯 还是了 公布了多少个 八个 是儿童性侵犯的 姓名 照片 据说在网上 还能找到 他们的住址 你可以知道 他们住在哪 还知道长什么样 还有姓名 年龄 都公布了 美国 如果 就是说 对青少年 下手 被抓到了 这个就要公布 在社区里公布 让社区的其他人 就是说要小心 要提高了警惕 韩国著名的 溯源案 是不是听说过 一个小女孩 然后 这个人也放出来了 放出来之后 现在也是 好像要向全社会 公布 他在哪 因为大家都非常担心 觉得这哥们太狠了 我的天 吓得太狠了 不知道 韩国溯源案 自己去查一查 所以 就是说 按照行政处罚条件 就是说 如果他认为 就这个事情 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然后对社会 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的话 就要依法公开 那么浙江省 行政处罚 结果信息网上 公开展行办法 第四条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 适用一般程序 做出的行政处罚 应当在互联网上 主动公开行政处罚 结果信息 因此 公开这几个人的姓名 和聚众淫乱行为 本身并不侵犯隐私 而且不没法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有些人就不服 说假如 这要是两个人 如果是两个男的 一般来说 如果两个男的的话 就好像就不适宜公布 因为两个人 没有对社会造成 过大的伤害 有人说 要是这里边男男女女 那告诉你 为了证明 他不是歧视同性恋 来了 给你看 这个 在行政处罚结果 信息公开栏 在这儿 男童 六P 他们六个人 有他们姓名 这个我们都给你划掉了 然后下面 也是聚众淫乱 也是公开结果 这里边是男女 十P 一共十个人 五个男的 五个女的 也把姓名什么都公开了 跟前面男童 六个人是一样的 好不好 那么这个就来证明 不是说只曝光了同性恋 如果是男女的 胡搞 这种异性恋 也的曝光 所以不存在 歧视谁 不歧视谁 好不好 就是男同男女的 一起搞 不过中国现在 大家玩的都很愉快 十个五男五女 还有六个老爷们 都有 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这个事 最后来讲 事实证明 也不能算是歧视重型恋 因为异性恋 也都公布了 最后行政处罚 你觉得判多少天 罚多少钱 合适 你觉得会判多少天 谈一下 大概行 迅速 就第一时间 十天 罚多少钱 两千 两千 好 最后一共罚了13天 然后罚了500元人民币 还行 不算太多 是不是 都还说到过去 每个人都是 十三天五百块钱 六个人出来之后 要跟胖子聊聊 不敢 不敢 这个开玩笑 这个不能下开玩笑 下开玩笑 六个人又得抓进去 六个人如果找胖子聊 还得抓 还得滚 我让他们真的 不要去找胖子 找了胖子胖子 再报警 你们六个海 又得关进去 又得罚500块钱 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不好 反正就是 都好吧 我觉得 他们最后 也是说了一点 就是说 其实 中国还是基本属于 这种世俗社会 没有特别多的 这种宗教的情怀在里边 所以 对这种事情 中国人还是比较包容 比起歧视 比起西方 比起像什么中东一些 就是说宗教 在国家里 战民比较多来讲 对这种事情 包容性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其实也不存在 歧视谁 不歧视谁 大家不要太敏感就好 好不好 那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帮助Que